就一邊說 就開始說他要選總統的事 他不是出遠行到美國去嗎 那一段時間 大家都在議論紛紛 他要不要 都是慫恿他出來選 結果等他回來宣布的時候 我說他很高興 好喔 那他他在中央也可以照顧高雄 我那時候也這樣想 OK 結果再想著 結果我們的郭台銘出來了 那郭台銘宣布要選了 就是在他去美國當中的時候 郭台銘出來了 就他那時候出現 說他要參選總統 那我也覺得郭台銘的資料 還有各位 他是國際型 他是國際的企業家 他是國際國際官的人 他這個才能夠夠格當我們台灣的總統 所以你的意思是因為郭台銘出來了 你已經別戀了 要拋棄韓國瑜 沒有 不是 因為我開始在想了 他跟他比較下來 那他假如郭台銘留在中央當我們總統 那那個韓國瑜留在高雄市長 那真的 萬一韓國瑜假如出席 那輸掉了 不是兩空 那我們高雄市不是就完蛋了嗎 那市長還是回來 可能到最後還是陳其邁 那我這個剃這個頭 不是白剃了嗎 我的犧牲不是白犧牲了嗎 我沒有對話窗口了 不行 我要改了啦 一定要停那個郭台銘了 不能再停韓國瑜了 我醒來了 我覺得不對 這樣很酸殺耶 三輸耶 也不對 一定要一定要改了 我就開始積極了 開始積極 就是找那個郭台銘的資料 然後呢 我也開始看這個郭台銘夠不夠格 然後我也跟著他跑喔 你噴那個郭台銘跑 對 我也跟著郭台銘 你家會說你拿著郭台銘好處 韓粉有這樣罵你嗎 對 有 罵我說我拿他的好處 他要給你什麼好處 你拿他的 他要給你錢喔 真的呢 他講我這樣呢 我心裡好痛喔 我通通沒有 我從韓國瑜到現在 我都沒有拿任何人的錢啊 結果被他們講這樣 我心裡很痛 痛心的是我愛國之心啊 結果他呢 我就跟著郭台銘呢 因為我要看看他夠不夠格啊 他真的是有這麼好嗎 真的 我就參加了所謂的老虎 那個老虎軍團 這個粉絲 你好積極喔 人家看到我在上面都寫一些 講那個韓國瑜不是嗎 有人看到我這樣說 你要不要參加我們老虎軍團 我想說有團隊會比較好做 你不怕又再被被騙喔 對 我也很擔心啊 所以我參加這個之後呢 我再繼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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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觀察他嘛